在《谁是大哥神》节目中,林俊杰深情演唱《修炼爱情》这首歌,在被主持人问及创作灵感的时候,他向观众说出了创作这首歌背后辛酸的灵感。 以下为林俊杰自述,这首歌的创作灵感,创作的原有的故事,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情感,真实的友情,真实的世界。 在创作《修炼爱情》包括MV,拍成动画,其实是纪念一位朋友,之前在一个空难中离开了,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,大概20年了,当年空难发生之后,看到报纸上,我为什么知道我的朋友离开了? 是因为他们从空难中找出来了那些遗失的物品,登上报纸的头条,我在头条的这个物品当中,看到了我自己的照片,因为这位女生当年很喜欢我,然后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,我才想起,我曾经把这张照片给过她,然后她戴在身上,发生空难的时候,可能在她背包里面,或是是在她身边,最后被找到的。 我才知道,原来她一直把我给她的这张照片放在她身边,然后,我就打电话到报社,告诉他们,这张照片是属于这个朋友的,麻烦还给她家属,过了几个月以后中学毕业,在毕业典礼的时候,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个信封。